小罗姑娘去杭州宜高数码买电脑,看中一台戴尔的付款之后,销售人员推荐她换成联想的,小罗回家之后发现自己买贵了。 小罗想买带有英特尔库瑞爱武处理器的笔记本电脑,1月1号她来到宜高数码杭州学院路店的一处柜台,销售人员给她推荐了一款戴尔的,有库瑞爱武处理器,标价5000多。 小罗砍价到4999,我把钱付完之后,他们另外一个销售,然后就跟我说,我跟你说一下,但是这款电脑有个缺点,就是这款电脑呢,它的所有软件必须从应用商店里下,不可以通过第三方和那个就是浏览器里下载。 小罗对电脑不太了解,听到销售这样说,觉得这台戴尔电脑可能不适合自己。 销售接下来向他推荐了另外一台联想的,型号是小新潮7000。 这个优点就是它可以随便下载啊,然后就是肯定是比它那个没有参加那个局限性那么强。 那配置方面有区别吗? 配置没有,还没有什么区别。 这台联想的销售当时报价4899,双方最后以4699成交。 小罗拿回家仔细一看,发现处理器是AMD的,不是英特尔的。 再上京东一查,同款的只卖4099。 然后现在呢,他卖我是4699,然后差了600块钱,最主要的是还不上一个配置好。 我是希望最好他能够换,换我想要的那个配置。 他们现在是什么配置吗? 就不可能给你换,如果你换的话,你需要拿1000块钱拆机费。 柜台的前老板提出到商场管理部协商。 对于和京东商城的差价,他这样解释。 是这样子的,他当时他系统啊,就是说可能要升级一个office啊什么,这么个东西,你知道吗? 他们还激活了一个office啊。 这种啊,人员啊,这东西肯定都会比网站的,因为他没有这种店面的租金,可能相对来说贵点。 钱老板说,AMD的处理器不一定比英特尔的差。 销售时的配置清单,小罗也签了字。 前两天,小罗已经来沟通过一次,店里送了两副耳机作为补偿,大概值100块钱。 不换了,为什么?因为我跟你说过了。 就是对于这种东西换机成长得非常大心理的不舒服,我也不想换了。 记者和商场管理部帮双方进行了调节。 最后,钱老板退给小罗200块,小罗表示接受。 1818红金颜言记者报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